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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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心能够以校友的身份回来跟大家做分享 讲到校友其实我就在回想我自己在明道六年的故事 包括后来进了大学读了外交系 如今在社会上开始的工作 我觉得我这个路程已经有十几年了 我一直都是不断在探索自己的人 我愿不会停止探索 因为我不喜欢被一个单一的样貌给定义 所以我可以说我自己是一个主持人 我现在是一个偶尔会播新闻的主播 同时我是一个声音创作者 也就是Podcaster 现在呢我也在一间公安公司上班 但同时间我自己曾经也去做过很多疯狂的事情 举例来说我曾经去窗帮店打工 我在路上发过传单一直被拒绝 我曾经也去餐酒馆为了学调酒 但我每天也被叫去刷马桶 我也曾经在工厂打工过 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而言都是一个 让我生命更有厚度跟丰富的色彩 而如今我站在这边 我思考着今天的主题突破 突破至于我的人生又有什么样的注解 我开始思考这两个字越想越有趣 突破 突跟破 突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圆圈当中 也许你在这个圆圈当中你是特别突出的 或是你是脱颖而出的 但是我总想这样子的人生好像也有点没有意思 如果我们今天能打破自己所谓的舒适圈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同温层跨出去的那一步 也就是你不再局限于你自己的圈子 这时候你打破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突破就是你有办法 打破你自己的局限 拓展你自己的可能性 然而必须告诉大家 这个社会其实有时候没有这么的顺遂 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是徒劳无功的 就包括我自己过去的努力 有些事情是没有成效的 但没有关系 永远都要秉持着勇敢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 趁早勇敢 就是希望鼓励大家 也许这个世界没有给你机会 你要勇于为自己创造机会 在故事开始前 我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五年后的你想成为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也会影响你未来的成就 如果你今天想到的答案 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把它写在笔记本当中 慢慢地去实践 如果还没有想到 没有关系 用心生活 只能有一天你会找到的 现在的你来自于过去的选择 而现在的选择 会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没错 我现在的样子 就是来自于我四年前的选择 当时我还记得是2017年 我在大山的时候的一个夜晚 我其实当时非常的迷惘 我想说 嗯 我好像什么都做过 但什么都不惊 所以我在想我到底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时我就去了图书馆 借了一本欧普拉的自传 如果大家知道欧普拉的话 她其实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媒体女王 她创下了非常多的记录 可说是媒体界的传奇人物 我当时被她的故事深深地着迷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影响力 也是我很想做的事情 从那一刻起开始 我隔天开始Google查 如果我今天要成为一个会说话的人 说话有力量的人 我可以怎么做 我开始报考了各种的主持班 开始在笑话来去拓展自己的可能性 也就是在所有的主持班的过程培训中 我在大学有了三次在我主持领域的突破 首先来讲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是我在墾丁主持的一个铁人三项的活动 现场的选手将近千位的选手 而这场主持我从凌晨5点一路主持到将近半夜12点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如果大家知道铁人三项的话 它其实是需要结合游泳 游泳完要骑单车 骑单车完还不够你还要跑步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磨人耐力跟体力的一个比赛 而我在过程中 不只是我鼓舞着他们 提醒他们一定要加油 同时间他们更是大大的鼓舞着我的生命 我觉得这个人彼此双息的过程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同时我知道我自己能在活动扮演这样的角色 何等的荣幸 接下来第二张照片是我在语言上的突破 这是我的第一场英文主持 这是一个美国校友会的活动 现场的都是海外留学的关盖云集 我觉得能够在这场场合当中用自己的方式 来透过英文的方式来跟他们互动 来对话 来交流 是我又再一次的突破 再来第三张图片是我跨入到了商业的主持 这是一场公司的尾牙活动 现场呢也是聚集了上百位的员工 以及所有的贵宾 我觉得能在学生时期能有这三样的活动 对我的生命而言是一个何等的鼓舞 但是当我去演讲的时候 我常常碰到一个同学们的问题 就是说难道你都不会紧张吗 你不会害怕吗 必须老实跟大家说 就连到现在我主持任何的活动 或是包括我现在站在这边 其实还是会紧张还是会害怕的 因为我在乎 但是如果总想着因为害怕 而不去尝试的话 这个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同时间如果你愿意跨出去尝试的话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你表现很好 下一个机会又来了 机会是为你而开的 但第二个可能就是 你今天真的表现不好 客户不用你了 就这个机会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这个情况 不就跟你一开始选择的情况是一样的吗 所以后者是因为你有去尝试 至少你多了一份机会 再怎么思考这个机会成本 我总想任何的机会 总是要去尝试的吧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都会鼓励着大家 就算害怕 你还是要去接受 去跨出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而在所有探索的过程中 我认为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个是你心态上的建立 还有你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们先来谈谈心态的部分 我当时大学时期的第一场 第一场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一间科技的互联网公司 它这间公司很有趣 它把所有对于员工的要求都当作会议室的名称 其中有两间会议室叫做空杯跟试错 空杯是什么意思 它鼓励员工每一个人都要像空的杯子一样 也就是我们去尝试的任何事情 都是要把自己的心进空 去容纳各种的可能性 接受不同的观点 不要带着自主的偏见 去接受一个新的事物 所以包括到现在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 再怎么样都不可以自满 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你永远都是要不停地学习 这就是空杯 试错顾名思义 尝试犯错 每一次的过程中 都要不停地犯错 你才有调整跟修改的空间 其实人生性非常讨厌犯错 特别是 我们都很想要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呈现在别人眼前 但如果今天 你不怕犯错的话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我觉得勇敢是 你即便知道自己错了 或者是你有办法去接受自己的黑暗面 那个时刻才是你真正强大的时候 所以我鼓励大家 一定不要怕犯错 就算犯错了 我们再重来一次就好 那关于定位 我们又怎么样找到定位呢 我集结了三个不同的元素 结合了这个公式 也就是天赋 热情 家市场 中间的重叠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定位 我们先来聊聊什么是天赋 天赋就是你天生擅长的事情 也就是当你找到天赋的时候 你会做这件事情 感觉到是事半功倍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特别地上手 也许你自己不知道 或许可以问你 一起长大的手足 或是家人 有没有发现 你做什么事情 特别地上手 我自己的发现也很妙 我从小到大 其实同学们在课业上 或是情感上 甚至是一些人际上 碰到一些问题 就会来找我聊天 我当时觉得 哇 我能扮演一个垃圾桶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角色 因为我可以听各种不同的故事 可是当我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特质 你有办法走入别人的生命故事 并且让别人感受到舒服 让他愿意跟你对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能被取代的特质 所以我发现我能够 让与别人建立信任 并且赋予他人能量 这个就是我的天赋 再来我们来聊热情 热情最好的指标就是 你不拿任何报酬 你愿意持续再做 同时你已经累到一个不行的时候 你还是愿意做 我觉得我很感谢明道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热情 是在做志工开始 这是我去太北的时候 第一次有国际志工的经验 我在人群中混得非常好 因为刚才完美融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这同时也开启了我 原来做志工是一件这么热血 跟这么有趣的事情 我好喜欢那种可以回馈 可以分享 可以贡献自己心力的时候 哪怕是改变世界一点点不公平 或者是影响了一个人 我都会感觉踏实而满足 所以我带着这样的能量 在回国之后也开始去偏乡做服务 接着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去了自己去了柬埔寨 去当地的孤儿院教书 我目睹当地所有的房子 或者是他们的学校 是何等的简陋 我开始震惊到原来我们在台湾 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继续了不同志工的旅程 我去了两次的缅甸 找到自己热情的方式 再来聊聊市场 市场必须也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元素 但是它不可或缺 因为它是你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 维生的一个方式 同时有办法让你找到一个 容身之处的地方 所谓的市场 就是你要去发掘 这个世界上需要什么 也许你天生喜欢做料理 你看着别人吃你的料理的时候 你对他们的笑容会感到心满意足 或许就可以尝试做一个手作料理人 而我自己的发现是 这个人生已经够难了 这个世界已经够复杂了 总是需要有一些人 可以带给别人一些欢笑 一些正面的故事或一些价值 我认为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同时确实是社会上需要这样的人 举乏来说 记者去阐述事实 传递故事 主播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公关人员 就是去传达不同的价值跟公司的故事 这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当我找到天赋 热情跟市场重叠的地方 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我的定位就是 我要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 也包括我现在 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说着故事 为了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其实背后也是付出了非常多努力 刚才有讲到 当我决定踏出那一步的时候 我开始报考了电视台的主持班 所以我有幸进到华视的摄影棚 开始了我第一场的室内摄影录影 接着呢 我也拿到了一些商业的广告 能够介绍这些公司的故事的过程中里面 我发现原来我可以透过自己说话的方式 让一些很值得知道的东西被更多人得知 同时间我也自主训练 因为我刚才一开始就讲 当这个社会没有给你机会的时候 你要勇于为自己创造机会 所以自己开了访谈节目 访谈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人 同时间我也开始跨入了主播的领域 我去参加了主播大赛 当时一个小毛头的我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永远就是一个吉利呱拉的人 然后气质完全不符合主播的样子 但是我总想 如果我只有做主持也太可惜了吧 不然就试试看主播领域好了 同时加上室友当时是读传播学院的 所以他就问我要不要参加 我说好啊 不是白不是 不然就去试试看 结果我当时筹备的时候非常的认真 所以有幸进了决赛之后 我又开始做了一件 自己觉得还蛮疯狂的事情 我开始录气象 因为第二关的时候 你必须要博报气象 当时我对于播报气象 完全不懂该怎么播 所以我开始在自己的社群上面 每天播气象 当时是每天 有一些活动完到 晚上10 11点回到宿舍之后 开始看明天的气象 写稿 背稿 一直不停来回录影 录到最顺的一次 接下来剪辑 上特效 上传 为了做这件事情 平时不太熬夜的我也开始熬夜了 只为了把天气预报传上去 可是这件事情很有趣哦 慢慢做出一点成绩 同学们出门的时候 或是在路上 遇到一些陌生的时候 会说 我看你的气象出门的耶 因为你今天播报要带雨伞 所以我有带雨伞耶 我发现我自己 好像可以成为天气的救星 他们在出门前的时候 会看我的气象 同时我打从心里的开心 但我更知道 是因为我有个目标 因为我想在第二关的 主播大赛的天气那一关 不要太落差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怕自己会出丑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事情 慢慢的也有人发现到我 同时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 我当时实习的老板 他在会议里面跟所有人说 哦 叫Elisa去 因为我英文名字叫Elisa 叫Elisa去 我从来没看过一个年轻人 每天早上可以在那边播新闻的 很有毅力 我才发现原来不只是勇敢 更重要的也是坚持 当你持之以恒的时候 就算一开始非常辛苦 毕竟万事起头难 但总有一天 也许你就被哪一个人发现了 所以后来我有机会 就开始也去播报了新闻 同时我也去当新闻特派员 能够在第一线的方式 去播报一些 我认为很值得分享的故事 这个接下来是我另一段 为自己创造的机会 当时我跟明道学弟 他今天又来到现场 一起做了这个Podcast的节目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声音的方式 来让大家知道各地的故事 还有很美好的人事物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最近一期的企划去环岛 在这个环岛季当中呢 我们从零到一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想 我们的资金要怎么筹备 我们的设备要怎么盘点 接着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事情 让更多人知道 包括美轩的设计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邀约来宾 访纲要怎么写 所以从头到尾 我们就开始不停地边做边学 而在这些边做边学的时候 我们意外地认识非常多的陌生人 当我们开启了这一段旅程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半的以上 我们都不认识都是网友 我们都是现场的见面会 到他们家中 也许到了空间是一个咖啡厅 也许到一间酒吧 也许在一个柠檬的果园树下 也许在一个背包客栈 我们在当地开始当起了 外景节目的主持人 去发掘台湾更多美好的故事 而这些致力于文化文创 或者是台湾传统文化的这些职人 他们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不仅是一个突破 对我们而言 也是一个重新发现台湾 很美好的人事物的开始 我很感谢有这些团队 跟着我一起努力 有这些伙伴 一起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让我的眼界也再一次地 大家拓开 同时也让我知道 保持同理是一件 多么重要的事情 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 必须告诉大家 挫折是难免的 可以老实跟大家说 当我一开始在主持的时候 我有一场活动是主持将近快一半的时候 我被换掉 超级丢脸 加上我也有碰过我自己讲错话的时候 或是念错长官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些挫败 而让自己不停地否定自己 或者是你从此一蹶不振 那这样子 你的人生就会非常地可惜 因为往往能够让你跳得更高的 都是在这些挫折背后 你再一次跳起的那个力量 每一个人生都像心电图 每一个故事也像心电图 因为有高有低 这个故事才会精彩 所以我鼓励大家 就算今天你碰到挫折 好好跟它相处 好好了解你的黑暗面 没有关系 不要急着避开它 不要急着逃避 相处之后 调整之后 我们重新再开始 所以挫折是突破的开始 永远不要因为害怕犯错 而不敢去冒险 我的勇敢是带着害怕 持续前进的 我不想因为害怕 而阻挠我自己 对于勇敢的定义 也不想因为害怕 让我错失了很多不同的机会 我鼓励大家 不论你今天 五年后 想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都鼓励你 趁早勇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